我们在信仰生活中 常会遇到一些容易混淆的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有关成就意的问题 有人说 人的行为无法成就神的意 还有人说 彻底遵守神的诫命才能成就神的意 这两种说法看似相反 但其实是一个 人虽然嘴上说做神的事 其实很自然地就会为了满足自己 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人的这种态度根本无法成就神的意 所以神最先要改变我们的心 当神要改变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敞开心扉接受改变 只有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意 去靠近神的心时 才会真正发自内心地去顺从 从而结出永生的果子 不少人把信耶稣就能得救这话 当成公式接受 以此为满足 对于信耶稣后 本应发生的变化莫不关心 在我们信耶稣之前 神不要求我们的行为如何 但我们信耶稣之后 神就希望我们能够行出神的意 也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 不再像过去那样 显出自己的意 而是通过顺从 显出神的意 我们通过受敬礼 埋葬了旧人的生活 作为与基督联合的人 开始了新生活 既然与基督合一了 自然就离不开教会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而我们是这身体的肢体 我们承认自己与基督合一 就是承认自己与教会合一 爱基督的方式就是爱教会 两者无法分离 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 询问何为良善的事 其实他对此满怀自信 因为他认为 自己已经遵守了一切的律法 神当然会接纳自己 但主发现 他只有敬钱的外表 却没有爱神的心 为了揭露这个事实 主对他说 去便买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财主听了这话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主对门徒们说 财主进天国 比骆驼穿过真的眼还难 听到这话 门徒们也忧愁起来 因为他们也想成为 像财主一样的有钱人 他们问主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主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就像这样 要想结出永生的果子 就要尽心顺从 而凭着人的力量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神 能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我们若在神面前 坦然地承认自己是罪人 并把自己交托给神 神就会改变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能够进行顺从主 从而结出异的果子 因此 就让我们把自己 完全地交托给主吧 按照主的带领改变自己 尽心地侍奉主的旨意 在圣洁的事工面前 让我们以喜乐的心去顺从 从而成就神的义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